许多人喜欢出国度假 根据交通部观光署观光统计资料库 显示光今年9月份就有108万国人出国 每当老板与布责人员 要选择员工旅游地点时 都觉得相当苦恼 这次DailyView网络温度计透过 People大数据关键引擎舆情分析系统 调查出网友们 最想去远旅的10个国家排行前3名 让你轻松解决远旅烦恼 第三名 越南 网络声量 4348 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越南 有许多著名景点包括 夏龙湾古迹巡礼 和内环剑湖 中越风雅洞穴探险 在不同的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绝对能满足大家的胃口 第二名 泰国 网络声量 7635 说到度假 泰国绝对榜上有名 漂亮的自然景观 也有风情的城市 除了大家熟知的曼谷 巴达雅之外 普及岛也是必去的景点 然而食物方面 许多台湾人也比较能接受 因此成为不少公司园女的选择之一 第一名 日本 网络声量 19927 日本可说是台湾人最爱旅游的国家 有海景的冲绳 古色古香的京都 逛街shopping不手软的东京 玩都玩不玩 对于教年长的长辈 或是孩童都是绝佳选择之一 这也让日本成了员工旅游的冠军国家 还想了解哪些国家最适合员工旅游吗 欢迎上网搜寻 Daily View网络温度机关网查询 喜欢我们的影片帮忙 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